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8月29号星期日的下午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刘克燕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继续想和大家讲一下 寻找B&O祖家的故事 又有什么新东西 根据我较早前就说过一宗 出现了一种叫做回楼插班 即是不知他们有什么原因底下 住不乖也好 小朋友不适应也好 什么都好 希望叫做回楼回来香港 再读回香港的学校 我们也就着这件事 伴一下那些业界朋友 有什么风 就是他们相当串 回楼就回楼 你回来插班就插班 我串到还要选一些名校来问 问都不是问题 每个人的自由都可以问 但是这个态度就不可以那么串 串到觉得 为什么要来到主要面试 你们不是说有位的吗 我看香港很多报道都说你们老师又没有 学生又没有 我来打救你 我孩子还要在英国读过半年书 甚至乎读过一年书 那么厉害 英文那么厉害 为什么还要面试 为什么还要过五关斩六仗 你们现在很厉害吗 可能真的要面试 甚至乎叫做临一年 原来这番说话背后 就是因为都叫做间接地 或者不同情况下 都受过这一班的BNOGAR的气 神经病 那可能看到这些新闻一出之后 可能陆陆陆陆陆 有一些BNOGAR 可能真的在英国受不了 会不会真的用一个这样的形式 起码回来 都要有个高姿态 是吧 刑才行 走的时候又哭哭哭 突然又回来 一年都不多回来 就算看到他们说回楼拆班 你问我的话 我真心那句 真是真心那句 我都是支持的 起码你都是叫做回头是岸 为了个小孩也叫为他好 是吧 你不要硬要他留在那里 可能原来 读书的背后 风光的背后 是很惨的 他的生活 那就死了 是吧 识英文又怎样 你去英国的话 他长大了 个个都识英文的 那他有什么特别 那不会太特别 是吧 那见到近来 这些Hong Kong家 在英国又出现了什么事 这个真是 移民之中 应该最不希望见到的惨剧 就是这种的回楼 我会给这种回楼的形式 四个字 叫做回楼离婚 蛤 回楼离婚 不是吧 其中一个case就是这样 就说有一个家庭 爸爸妈妈 还有加一对妈女 这对妈女就不够十岁 那两夫妻 本身在香港 都叫做专业人士 还不是普通的专业 不过那个爸爸 就已经是有50岁以上的了 去到英国当地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专业的问题 令到他找不到工 原因有机会 是他去到英国的时候 因为那个专业 在英国未必承认 但是如果当他要去 找一些 没那么专业的工的时候 然后可能别人看到 哇 你本身的学历背景是这样的 那别人可能又未必请 那这就是一件事 那妈妈 都不可以叫做坐食山崩 是不是 那他也都选择了 因为他要照顾小朋友 就在家里 Home Office 就照找些东西回来做一下 那变相 由他一个人 就顶起了 四个人的生活 那都叫做 熬得挺辛苦的 因为呢 虽然说那个 学费方面 上学那方面 是不用钱的 但是你小朋友 你还要吃的嘛 买衣服 带他出去玩 买图书看一下 你以为真的天天餵鸭仔 带他去逛公园 那就可以了吗 你逛多多逛呢 当你见惯了那个大公园 大草地 你就没有那个兴奋 没有那么特别的了 那个公园很多花 很多屈甘香 很漂亮 纷衣草 我见到很多BNO家 现在又喜欢一波蜂 走出去拍的什么 婚衣草 拍的什么大花圆 一大片的大草地 这些什么夕阳 又说今天天色很漂亮 这些 如果呢 我们在香港的朋友 或者在外地的朋友 看到这些环境 就当像看旅行照 但是当你天天都对着的话 其实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那这个妈妈 可能真的变相 要赚钱之余 又要照顾两个妈女 再加上 在英国的薪金 也没有以前那么高 变得很辛苦 一定不习惯 这一对专业人士背景的夫妻 看来的小 那个钱也未必那么松动 就算有些老底也好 但是呢 刚才都说了 两个女儿都不够十岁 那你算一算的数 那爸爸都五十多了 一超过五十 当你五十二号 那你要捱到两个女儿 要出身 读完大学等等 那你起码都要 捱到十年松一点 那爸爸到时候六十多了 有很久捱 还要在英国这里 他又找不到一些去庆心的工 很老实 你说就说什么有手有脚 什么去到 马死落地走 一定得的 那现在就 真是顶不住 找不到他想要的工 再者 就是做开专业人士的人 你叫他无端端去做送货 搬货 一定顶不住的 我曾经都试过 在《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都提过一样的 就是我小时候 试过去做临时的包装 就说出到这么高人工 那多大做机 就试一下 他叫我拿个 胶袋 然后进了个玩具 然后那个玩具的顶顶 有个纸皮 你拿个钉书机 钉一钉 钉两口 一包就可以了 很简单 听得很简单 原来当你发觉 你拿着钉书机 钉这一下 你一天钉超过一千下以上 原来第二天 到你上班的时候 你一拿起钉书机 钉那一下 你的手心是痛的 是很痛 那种痛法 你是不明白的 昨天我钉了一千几下 钉书机 我们平时钉那些工作纸 你钉几张 十几二十张 钉一班同学 可能十几二十分 就算了 是不是 当你这样钉 他纸皮 那么厚 那就真是辛苦 也据说 这个在香港做一个 不错的专业人士的爸爸 还要去到英国的时候 这个五十岁以上的年纪 你还要叫他做粗重事 他怎么做 有些朋友 类似都叫他 这些少爷仔 几十年都是少爷仔 两夫妇 如果在香港做专业人士 基本上 都一定是聘工人的职 有些甚至乎是聘工人 一个是负责 只看着两个母女 有些是负责做家务和煮饭 因为怕煮饭的时候 没有人看着两个 那么厉害 有些小孩真的很厉害 要真的有工人 看着 走开阵都不行 我见过最经典的 有一个妈妈 老公当然有那么多钱 妈妈都已经没有工作了 她有三个小孩 她要请三个工人 夸不夸张 一个是专门负责煮饭 一个是专门陪着小孩玩 一个是专门负责跟着妈妈 跟出跟入 哇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意思就是说 妈妈要出去买菜的时候 或者出去逛街买菜的时候 要有工人跟着她 而家里那几个大少 如果想他们在家 或者可能有一个 或者两个在家里 都要有人看着她 另外她们肚饿 肚饿的时候 你分身 又不可以乱热煮给她 哇有没有这么厉害 还要选工人 还要选一些煮得到好食给她 还是怎样 又要懂得臭 又有爱心 总之十万个麻烦 你问一下 这些的 怎样会过得到去英国 带着大把钱 或者如果不是的话 你还要在英国捱 怎样捱得住 然后就说 这个爸爸已经顶不住 就回了香港 但这个爸爸回到香港 都会有一个大的问题 如果他当时 以一个一家申请 哪个签证 那他爸爸 其实基本上 不能这样走到回来香港 那究竟怎么算好呢 如果你一家人去申请 亦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亦都很多人去劝 妈妈不如不要在英国撑 不如一起回来 好过 虽然看起来 好像英国的教育是好些 但是你的家庭 你是给不到 一个正常的家庭 他几好的教育 都没用的 家校有几好的都没用的 他迟早有一天 都会学坏 和会 没有家庭的观念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事 也都希望 这些家长回头是岸 你捱得这么辛苦 在英国有什么 那么好呢 我爸爸都选择回来香港 如果他说 是非一般的专业人士 可能有些网友 会说 不是啊 那么厉害的专业人士 怎么会存不到钱 是的 我见过不少存不到钱 因为他们在香港 又说要工人 又说要去旅行 小孩说要读学校 又说要租房 要租到九龙堂 又一村那边 即近这些 传统的豪宅地段 或者名校区的网络 也好 土瓜环也要杀了 但土瓜环也没想到便宜 都很贵的了 那就麻烦了 如果这样的话 哪里存到钱 除非你很早期已经买了一层楼 如果有些没买楼 其实都挺麻烦的 他们的花费不少 如果两个小朋友 读直支 真的不方不值 因此现在很多人都劝这个妈妈 就不要再顶了 回楼回来香港就算了 就看一看就没了 也有一个家庭 差不多一家三口 就是用BNO签证去了英国 老公就是主申请人 因为去了英国一段时间 老公觉得很不开心 想自己回到香港搞离婚 他就说他自己 会放弃这个5加1 他就问 如果他放弃了5加1 那两个小朋友 的5加1 将来申请真BC 有没有影响 咳咳咳咳 唉 大哥 你去到这些情况 你上网问人 你不如去问一下 英国的Home Office 究竟是什么情况 不过有几惨的 有一些真的 完全对英文的方面 是真的不懂的 但是没办法 他又过去了 我们看这些BNO祖家的故事的人 其实都见过不少 是完全不懂 都会去了英国 现在可能只有爸爸才懂 还是什么 现在他又不知为什么 又不问Home Office 上网问人 他们怎么回答到你 是吧 但是你上网问这些人 就会 这些HK假 什么真正香港人 一定会罵你转头的 强烈恃笑你 还说有没有搞错 带回两个小孩回大湾区 怎么都在那里抵下去 你抵下去 不是你抵下去 人家抵下去 现在 这些人 不但帮你 还要说风凉说话 说这些毫无帮助 而且会令人 更加白上加根 当然 他们去到英国 为什么会变得不开心呢 我们这些一家不知一家事 可能去之前已经有问题 或者去到之后 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 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是lock down的时候 大家对得太多 那个磨擦更加多 社长都说过 其实在新西兰的时候 lock down 那个问题也挺大 因为可能大家早见 晚上见面 有很多东西又看不顺眼 又lock down又不出得去 又吵 想出去吐个气 都未必得的 又要说一下 有些不懂英文到去到什么地步 有些就说申请BNO签证的时候 没有申请BNO签证的时候 没有申请BNO签证的时候 叫做NHS的东西 也没有去登记 到部之后 殊不知 有家人弄傷 然后去了医院的急症室 看医生 因为英文不好 如果医生出了检查报告给他们的时候 会不会帮他们查字典 会不会帮他们用字典 译回中文 你是不是瘋了 医生怎么识 他是洋人 他就算识查字典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如果是要的话 但人家不会先这样做 起码到 他意思是 为什么要译回中文 因为方便 看完之后 如何claim钱 去到刚才那个case 如果你老公选择回香港 搞离婚 你还想那两个小孩 BC的问题 是不是瘋了 这些人 去英国BNO祖家 做到真BC 这件事是否值得放弃整个家庭 这是很重要的事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那些BNO架 可以去到那么准 为了要离开香港 为了所谓的叫做走难 是可以连自己的家庭 摸起来都可以的 就是都要那个真BC 是要为了小孩 拿到这个真BC 是可以去到那么准的 连自己的老公 那些都不要都可以的 就是老公没有了 走了 当然了 有些人可能 可能他有什么背后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 有得去走 但很明显的是 去到英国才不开心 有些人就问 是不是去英国前 已经不开心 如果你问我 我看这些case 或者听他们说出来的情况 应该是去到英国才会变成这样 如果不是的话 假如出发之前 都有这种叫做 大家有个磨擦 有个不开心度 理论上来说是不会过去的 因为都怕自己过去之后 我又要回来 我的东西就白搬 又要搬自己的东西 不是很麻烦 我回来重新在香港 重新再来过 因为我跟了一家大小的过去英国 自己都很笨 到时离了婚 有些什么 搞到要离婚 他回来就很惨了 他自己 如果有这个怀疑 有这个考虑 基本上就不会一家过去的 如果一家过去的话 基本上也有打算留在那里 如果过去才觉得不开心 有些什么事不开心 似乎是磨擦 有机会是这样 你说这样也挺可惜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大家可能真的不习惯 不适应 很多时候都是跟钱有关的 老实说 大部分都是这样 真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试想像一下 如果有钱的话 如果很充足的钱的话 你又不用打工 也都不用烦些什么 很多东西都用钱去解决 虽然租屋那里 假如你没有工作 那个证明未必会租给你 但是有心应该都找到的 如果你用钱搭救的话 如果你不用烦 经济的问题 其实已经差很远了 大家有空的 喜欢出去的 逛街买东西 拍照打卡 被人看到的 人家不知多羡慕你 今天去哪里走 那天去哪里玩 哪天去哪里拍照 没有压力的生活 哪里都开心的 香港都很开心的 当然 他们不喜欢香港 就去了英国 如果你带着钱去 基本上没问题 喜欢还可以买车 到处走 有这样说 一人买车都可以 如果是的话 你喜欢去这里 我喜欢去那里 所以看到这些去到英国之后 大家可能本来想着 可以有手有脚捱得到 为了小孩可以捱下去 但是当你有一些BNO架也有说 或者HK架也有说 就是说 你传100封求迹信出去 原来只有大约10封都没有 去回复你 还要是很多人去争 说就说好像会请你 但原来很多人争这份工 这些工 我本来是香港主义人士 我已经很屈就做这些工 跟你抢麦当劳 你这样也不让我做 有没有搞错 当你试过几次是这样 未必是麦当劳 可能一些很简单的文迹 仓务也好 什么都好 当你去到几次这些 其实我想几次左右 你这个人就会开始灰神 会开始灰心 觉得是否会否定自己 你这里是否错误 就是你的挫折太多 你所谓的小孩 什么是为了他 还是怎样 你就会开始崩溃 始终是他 你始终是你 有一些香港家 他们正在面对这些问题 现在出现了 有一些叫做回流离婚 或者叫做回流分居 其实都很值得 你自己看清楚 你为什么要移民 你移民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移民之后 你整个家人都散了 你在香港和英国有什么 那么大的分别 是不是这个叫自由空气 可以蓋过一个家庭 这个我真的想不明白 可能我们正常一般人 都想不明白是什么 另外还可以说多一点 就是之前那个叫做屯门的区议员 就是说自己带着三万五元左右 就全府家当 一家三口 就去了英国那个 那个挺搞笑的 似乎看他都挺坚的 他就走了去群组那里问人 又说想找两房一厅的house 就最快就十一月就起租 预算就得千一磅 就一个月 就要包起什么费的那些 就说五人家庭 八岁、两岁、一岁 伦敦、曼切斯特为佳 多谢 喂大哥 就是你连这些基本 在英国BNO祖家租楼的都不知道 你过去做什么的 如果人家看到你有三个小朋友的家庭 他们通常要租两房 他们不会租给你的 通常是要你租三房的 如果去到这些 你三房就有机会租给你 那些人一看到 哇大哥 你预算得了千一磅 没病啊你 即去到伦敦很边皮的那些 即是很杂 好性 很可怕的那些 都未必可以去到这个价 然后一下子被人摆上去 哇伦敦 你有没有大上头一些 还要包起水电 你都痴痴的 意思就是说 你一家整五个人 水电煤都要几百磅 也都再说 他们经常说生活指数低 便宜过香港很多 很多人都说 伦敦你不用想 生活指数比香港更贵 所以有些人就说 不如这样 你去万切斯特那些 下脚可能会好一点 再者 现在英国来说 都是叫做 业主主导了市场 更加不用想 会不会包那些 标 会包给你 当然是不会 其实呢 以伦敦来计 如果就算你去到 第四区那边 去到千一磅 都这么少 真的连一房都租不到 也有些人都说 你说在伦敦一家三口 租了两房 都要大概接近千七磅 你跟我说千一磅 要三房 那些人都说 如果去到 东伦敦那边 夜晚你不要出街 都迟了 那些人就说 OK的 看看你哪个区哪个位 那有机会 这个区议员 真是很有可能 真是叫做 得几万元 带过去那只都迟了 不过一想一想 你得过几万元的话 你究竟 你得过 一千一百磅 一个月 大佬 你几个月就放完 看小孩 好像在找工作 他说 因为发觉 初来以为为何选择伦敦 就是因为 以为工作机会会多些 看起来 又不是 对啊 跟香蕉的 好像差不多 那就两看了 祝他们好运 真是惨 一家三口 最小的只有一岁 真是很可憐 那个还要 王口无饱旗 真是不知道他怎么办 恭喜他 好了 今节我们暂时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